昨晚網友發了一宗最新鮮滾熱辣的笑話新聞 又放了資訊欄,有四部曲 講述是一個渣男,喜歡了一個Coco的美容雞 前後都騙了50萬,整整都不知道是一年 有很多笑料,這四部曲 蘋果製作了四個專輯 有很多笑料,笑得很少 昨天在看已經覺得這件事這麼好笑 因為這些小弱智,這個世界是很多 愛情小弱智 有些不同程度,有些很輕微 有些就很泥足深陷 今次的事主,今次就是泥足深陷 我相信他簡直是這四部曲 他的家人都提醒他 說他這樣被人當ATM這樣禁 你自己醒一下 但那個人也是不醒的 到蘋果出了新聞,他都未醒 都不懂怎樣剪輸的 這件事很恐怖 但坦白說這個美人計 我想正常人都不會中的了 是按鈎仔才會中的 我也經常說,你說話可以騙人的 他現在是說,那條Coco 就跟這個摘男 叫這個摘男去做美容 幫他做Facial 做完Facial之後 這個摘男就喜歡他了 還未完 事後 有一個Coco的表哥 表弟出來了 就教這個摘男去混合Coco 事情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原來這個表弟就是 和這個Coco是一拼的 一個蛇佬蛇蝦來的 那個表弟就是美容院的太子野 Coco當然是一個員工 太子野順便 叫做一物易用 又女朋友又員工 一個蛇佬蛇蝦的老千的形式去崑水 首先我都出了很多集 說你怎樣分愛情的真偽 真和假 最主要是用拖籃石炒博 即是廣東人這幾個步驟 雖然用來追求女 亦都是用來辨認愛情的真假 不複雜 很簡單 你搭一搭她的肩膀 拖一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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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全部人都認識的 是你不夠膽做的 你不夠膽 就會好像今次這單 摘男四部曲 約字仔 就泥足深陷了 騙了50萬 手掣都沒有碰過 好了 很精彩 那女兒用什麼藉口 即是隔她手呢 有一句是這樣的 雖然提出這個拖手 這種正常男女朋友行為 但Coco都會堅定地稱 我是女生來的 身體是我的 我不喜歡 不給逼 這樣就 事主叫阿勇 搞到 根本就是 在WhatsApp上認了男女關係 但是手掣都沒有拖過 最棒的記者就拍到 這個Coco 就跟這個表弟拖手 即是吃完飯之後就拖手 鋪一鋪都三人癢 表弟永遠都在 還要瘋喝瘋吃 這樣 哇 這些真的是 是不是弱智到我懵得上心口呢 所以我 我也救過很多不正常人類 我開台越來 有個別的 有幾個 真的不多 真的被人困咎了找我 我用了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治好他 用了幾個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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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些時間 洗他 洗他 就是反洗腦 告訴他 真正的愛情 很簡單 我也是這樣教他 你 約到女兒 他給你拖的 基本的 揽石 必定要做 不給的 踢走他 他不是 他不是喜歡你 任何女生都是一樣的 我都說過 有些女生是害羞的 她是不認識 或者很害怕這些 拖揽石炒搏 但我們作為男人 更加要調教他 調教到他 這件事 覺得是正常行為 很smooth 這樣做完 你可以花點時間 但絕不能容許他 連手制都不可以 你想想 我大部分 Dating 第一天就是拖手 有的 有一半的女生 都不給我拖 坦白 不是必定給你拖 坦白說 在我心中 我都當他們是美容雞 就算他們不是 有些不是做美容雞 但在我心目中 都是調高買 跟他 Cocoa的心態 完全一樣 就是牽狗你 經常都說 我先做朋友 我慢熱 遲些先 很簡單 女兒喜歡你 反應 又怎會慢熱 一句很簡單的邏輯 我也是這樣應勾女兒 我說 你慢熱 你喜歡一個人 就不會慢熱 你不自然 喜歡一個人 就不會說不自然 很正常 你不喜歡我 那就不配合 就這麼簡單 我又不會想得很複雜 我要看情況 如果一條女兒說得很絕 我就會馬上燃 如果一條女兒拍拍醜 你再試幾次 都應該可以拖 有些是很順 有些是一拖就拖 一穿就穿 都有這幾種狀態 這個壓勇 其實他也會說 他也想說 應該是 適當時候會有拖 這個壓勇 他的 mindset 有少少適合 但是他動作就有 嘌 首先要說 拖 anks而不能適當的時候 就是要打破大家對關於 анти tempor急 writing 拖 anks Anyways 這件事是要做的 當然一開始相識的 我會這樣計算 女兒有沒有一些情報我想知道 我先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她的簡單價值觀 這樣就進行拖籃石 當我想知道的東西拿完之後就會拖籃石 因為拖籃石之後 有機會女兒很緊張 很害怕車 如果她不喜歡你 就開始不說話 那你就完全所有情報都拿不到 但如果她喜歡你 你拿的情報會越整越多 她甚至會問回你 她喜歡你的話 很好奇你的背景和故事 但因為我本身要做一個人類研究 有時都要問清楚底細才做 但我其實也有一部分的約會 一見面就拖籃石 都不想的 我視乎我自己的 mood 即當時的狀態 為甚麼 很簡單 就是要破除這些欺慮 先把這些騙局 我不會跟她說這麼多廢話 有甚麼用 你口頭上認了我是阿哥 契哥 契哥 那又怎樣 契哥 男朋友 之類 契爺都可以 那是沒有意思的 只是說 大難臨頭 各自非 當你水魚 所以我之前有一集 就是講 紅樓夢的風月寶鑑 教大家怎樣破除這個真命天女症 曹雪芹那個年代 都有這個問題 都有些男生被人當水魚 那樣感染的 沒辦法 因為那些人就是靠這些 叫做老千 就是靠這些 這些藥智仔去生存的 他們就是靠吸血去生存的 曹雪芹也說了 喂 你要先看恐怖片 先不要看他這麼好 但是曹雪芹 講假碎的故事 亦都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 有些人是沒得救的 他的駐庭 已經是泥足深陷 已經是死路一條 這個阿勇都類似的 我想他都沒得救的 他家人也有幫助他的 叫他剪掉了一張卡 又成這樣 用不著這麼麻煩呢 我心想 又要剪掉那個什麼限制 由萬五降到一萬 尿尼老尾一下就剪掉了一張卡 他 用不著跟他講數 還要講數 尿尼老尾這些騙徒 還要講數 哈哈 神經病 用不著講數 很匪夷所思 又是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正在的是 他有多少少故事 又見到這條女的 這條女又是偶爾出來的 最正是有個無名軍師 有個表弟軍師 表弟軍師 表弟軍師可以拖攬石的 那就是屌尼老尾 那就是靜印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需要看他們吃飯說些什麼 他們吃飯都沒有交流 甚至他們WhatsApp的Dialog說些什麼 我完全不用看的 我只需要知道 他們出來 究竟有什麼身體接觸 我就知道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三個人的關係 一個分析一個關係 一段關係 因為其實就不要看他們說那些什麼 文字說那些什麼 全部沒有用的 有多假得這麼假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那些人都習慣用文字 說話溝通 已經很成熟了 那個老千的level 已經是不斷提升了 那些人還是流於用說話 用文字去聊天 去辨認真解 這個是很愚蠢的 變應不到 現在是用身體去確認的 但是老千的世界要講多一點 這種叫小老千 不是大的 就是騙你50雞 手仔都沒有碰過 小的 你說大那些 就是騙幾億幾千萬 那些 那些怎麼做呢 呂老千有兩種 呂老千有一種就是失身 有一種就是不失身的 這一種呢 這種美容雞 這種COCO 就是不失身的 流生物是不失身的 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老千 是蛇蝦來的 他有設定自己的底線就是 我不會讓任何人碰的 就是他不會讓他的目標碰的 就是因為他很知道的 他感情方面 他是喜歡表弟的 就是太子爺的 他分得很清楚 所以有一次阿勇打算拖COCO 那時候 COCO直接說 你不要碰我 馬上縮到阿勇那裏 不是 縮到他的表弟那裏 就是因為那個死是證人 馬上叫他保護他 就是不想就是 就是 和這傢伙有什麼 就是瓜葛 夢想什麼陰影 這種是不失身的老千 但是老千的世界 因為如果你要騙上幾千萬幾億那些 就可能有時候就要失身了 有種就高明少少的 再高級少少的就是失身的 失身的老千有的 就是你不要以為 我拖籃石拆球 碰了 他一定不是騙我了 不是的 你要看他本身 就是那個 Love-Fi language 裏面有沒有付出 就是 如果他在性質方面有付出 要看他可能 person time service 那些東西 還要看他的背景 所以做人就是 最好你就是沒有幾十億 有時候有錢 太多錢也是有一個問題 你是不知道對手是不是老千 因為你有幾十億的話 你隨時可能你認識 一百條女 一百條女都是老千 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吸老千 你這麼大戶 就是這麼多錢 這麼厲害的身家 所以有錢人其實有一個 有一點是挺悲哀的 當然他很富有 是很開心的事 但他未必找到 一輩子也未必找到的真愛 好像大樓那樣 他用了一輩子 其實都不知道 都是一個謎 所以有時候我第一件事 要教一些網友 即是他報我的計劃 Whatsapp 也好 什麼都好 網上教都是這樣 其實Whatsapp 和我現在 現在的計劃是完全一樣的 只不過Whatsapp 那些 即是他接近可能很多濕製的問題 我要逐一解答 要稍後時間 那我就再逐點說 其實是一糕一樣的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 你免費聽我說 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都叫做 在愛情都蠢過 按鈎過 但未至於那麼蠢的 但仍然都有很多謎題 未解決 但自從你拖籃石 插波沿著這條路上的話 已經少了很多問題 已經是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這條女兒究竟她出來 是否喜歡我 一拖就知道 這些不能騙 另外一點 就是除了這個五步曲 拖籃石插波之外 我也建議網友 先不要看樣子頭 這個阿勇就是看了那個照片 喜歡這條女兒 這條女兒又大量放照 在自己的facebook Vchat那裏 阿勇又很喜歡追著這些照片來看 就會變成洗腦 情況就像封月寶鑑那樣 一個閉腳道人 給他一塊鏡 那塊鏡是前面的AV 他不斷在那套AV 雖然那條女兒不是赤裸 但在阿勇的世界裏 等同看AV 那就著迷 那就沉迷 那我建議 我追求女兒也是 即是 那些照片頭 我是拿下 有兩種辦法 一 你就是下街見得多女兒 我下街見得很多女兒 我下街見得很多女兒 兩萬三萬條 一定見過 所以你 找一條很漂亮的美女 吸引我 都是有點難度 這不是假的 這真是事實 所以 旁門左道是很難騙得到我 基本上 我也是建議大家出去 出去多點街見一下女兒 最好就是有幾個色溝女的朋友 幫幫你也是好事來的 因為這個壓勇就是 孤立無緩 又不是聖那批 你做Lone Wolf 沒問題的 我自己也是Lone Wolf 我自己玩遊戲 都是自己一人到處走 但問題是你也要修煉過 例如我以前也是 我自己也是 扔很多錢去玩Speed Dating 幾個水幾個水 沒所謂的 你見識一下 你見識一下 什麼叫人 什麼叫真人 我自己覺得這些錢 就花得過 因為它真是明馬實價 有些人在這裡 讓你認識一下 見一下 Apps的世界 都是可以的 但是千萬不要用照片 去挑選女兒 這個設計 所以我連珠希、珠瑜、高妹 都照樣約出來 目的其實只是一個 我就是用他們做一個修煉 去修煉 分到哪些為真 哪些為假 其實我是很感謝那些珠細 我約過那些珠細很多 但是他們的隔壽 他們受我拖 受我疼的感覺是真的 就是會幫我調整了那個 自然反應 可以拔罪某些機關 令到我知道 人世間什麼叫真愛 什麼叫假愛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建議大家網友 尤其是你新手 不要看別人的樣子 去決定 去不去約這條女子 這個是很危險的 好吧 你選擇美女 我選擇美女才約 那你真糟糕 十個美女 網上的那些 在旋批 拍照那些 全部都是這些 美容雞 金融雞 背後 就有個蛇佬操控 通常是他的男朋友 故事就是這樣 所以我都很 其實現在看的那些 Apps的照片都知道 看到他有旋批 都踢走 都叫做浪費 是同一類人 你看到的 這個Coco也有的 有些旋批照 那些 又有些穿得很漂亮的 那些衣服 這些都是典型的 玩家妹才會穿的 那些衣服 大家可以看看 那些性感照 都有正常女生會穿的 有時是玩一下 但通常 正常女生 就沒有那麼 Show off 她通常穿 就是用來 給朋友自己 玩一下 穿一下 來玩 很少大量貼 如果大量貼 通常有原因 大量貼 就是引仔 我不排除 她有些是真人 但是要看看她的職業背景 美容雞 金融雞 更加的高危 追求女生的高危職業 就是追求女生界上 蛇蠍 level 是最高的 一個職業 就是老千 簡單來講 你在追求老千 老千 不可以追求 你回到自己 是不是老千 沒有 是鬥千 你約到出來鬥千 我都約過老千 沒有 我都是用拖籃石 拆布去驗證 驗證 驗到某一部分 不行 那便 燒燒 燒燒 灑燒 燒 你找一件真 好過找一件假 找一件假 你50萬都沒有 沒有 都沒有 做什麼精神伴侶 又是暗糕 還有一點 其實阿勇 有扔了一些 屁股測試給Coco 有試鋸 這條女 但這條女 不斷拆 又拆到 屁股 最棒的是阿勇 信了 其中一個 屁股測試 就是阿勇 上網找到一條片 簡直是 Youtuber 試探 這條Coco 約她出來 看看她的動機 拍了出來 接著阿勇 問Coco 你是不是做這行 接著 Coco 怎麼拆這個 cheat test 他就說 又批評Youtuber 放蛇的行為 其實這個世界上 你做些什麼 只要有別人 不滿你 其實都可能會 將你公諸於世 然後罵你的 接著 阿勇又心軟 又失敗了 明明有證據 屌你老美 都被人用的證據 拗贏 所以這個Coco 真的很經典 跟那個王熙鳳一樣 明明自己沒有刀 都說 你為什麼不來 如果大家記得那個故事 就是這樣的 王熙鳳 約那個假碎出來 自己脫底 居然就說 你為什麼不來 說他不對 屌你老美 這些變才 真是老千才會有 他們很厲害 即是他們的老千 這些蛇匪 他們很厲害 因為他們已經想好 怎樣拆 他預料你 你會丟一些問題給他 他已經想過了 講到自己多麼大意 講到自己是多麼 多麼冤枉 好像被迫 如果被迫的話 就不會跟表弟在那裡走 是吧 就抱一塊 屌你老美 蛇匪來的 說一套做一套 完全根本就是 他們兩個教了自己 這些老千局 真是屌你老美 好易識破 但是問題難又難再 解靈還衰是靈人 曹雪芹 風月寶鑑的故事 就是說 我們旁觀者 見又見又幾個好笑 但你想幫那個當事人 你是幫不到的 你會發覺 這個就是真命天女 真命天子症的利害之處 他覺得在做Facial的時候 是亂來的 你怎樣幫他拆 跟他說 不是 他又未拍過拖 又未拖過手 他未有感覺過 叫他約下其他女兒 他又不敢做 又不敢認識 又沒有這個Skills 可能人生Approach的女兒 可能只有十條 只有十條 九條失敗了 只是這一條 假的東西就成功了 也不是成功 被人困咎了 成功了出來 但是被人困咎了 你想想 我們一些 我普通人 閒閒地都見過二萬條女 你見到一條女很快 你上街可能一個遠大圈 阻礙你三至五秒 有一件 一個小時 你可能十個二十個 還可以 鋪十個二十個 你總會感覺到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的 說話第一層 根本做了身體接觸 這些就是慢慢去修煉 這四部曲 也是很精彩的 又是好笑的故事 留個記錄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這個故事 如果你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 可以E-mail給我 想玩Day Game也可以 今天多謝收聽